指責你們現在國民黨是 前途一片看好了嗎 寢視不差 我們從去年底 這個縣市首長大選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其中考魔咒 就是你縣市長大贏的話 你接下來總統選舉就會贏 反之亦然 但我要講剛才事實上 我某種程度 可以同意剛才大佬的觀察 就是說事實上 大家都忘了一點 你就朱涵結合的觀察嗎 就朱立倫去拜會韓國瑜 這個事情大家都忘記 有一個重點是說什麼 之前不是有一個媒體謠傳嗎 或是說什麼獨家說什麼 說朱立倫 韓國瑜絕對不可能挺朱立倫 之前獨家的新聞 當時還傳得風風雨雨 甚至有名嘴出來 穿著附會等等 那時候大家正覺得說 他們兩個不大可能會結合的時候 沒想到現在去拜會了 朱立倫去拜會了 那你覺得這個叫結合了嗎 當然不是結合 我覺得我的結論是說 韓國瑜現在當然是跟各個陣營 跟各個泰陽保持等距 持營保態 我覺得這樣維持他一定的高度 對他最有利 讓朱立倫是加分的 真說實在話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破冰還有闢謠 對不對 所以本來有兵 本來有兵 沒有見過大家覺得會有兵 那至少見了 哪有兵你亂講 失言 又失言 沈大老大 國瑜是國瑜老師 國瑜協關係就不錯了 還是信導主任 韓朱過去關係其實不錯 常常同框 所以沒有兵 我不能說他們不好 不然不會李四川 去當他的副市長 但至少他們沒有 這段時間沒有見過面 跟之前的王金平 吳敦毅不大一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 這幾個泰陽都跟韓國瑜 都有一定的連結 你現在從昨天那個動作 你要說哪一個人 已經佔了上風 佔了優勢 我必須要承認我看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韓國瑜 大概內心也不是這麼想的 我就說至少跟他保持 所以你又不同意 陳移民委員說的 現在就只剩下 韓國瑜跟朱立倫在競爭 他們沒有競爭關係 他們不是競爭關係 但是是一個競合的關係 不是 我尊重我的評論 每一個泰陽都有他的實力 實力如何 你從民調 或者說從網路聲量 還是會有個客觀的依據 不過整個過程 因為到初選 還有一個階段 會怎麼變化 我想有沒有人這麼神準 現在就能看得準 我不曉得 或許是神大或其他人 可是至少我看不出來 我有確定的是 國民黨不會有兩階段 這件事情嗎 吳哥毅今天是這樣說的 對 當然這樣 吳主席他的確是這麼說 他說就是說 關於這個萬分之一的部分 他有回應就是說 他說我沒這麼講 只是講說有可能徵召 但不會是兩階段 我覺得這句話是有點意思的 沒有 不可能兩階段 第一個可能就是說 剛才 一階段就先徵召了 對 是不是在第一階段 就處理了 難道還分三階段嗎 對 有可能 是不是在第一階段 如果第一階段處理的話 整個政治情勢又要開始變化了 因為如果是第一階段的話 該報名的要報名 因為如果不報名的話 徵召不用報名 徵召就是被徵召為什麼要報名 教他進來報名 至少你要表達意願 徵召就是沒有意願才會被徵召 是 這要做好準備 另外我覺得他所謂的說 沒有兩階段 會不會是制度上沒有兩階段 但實質上有兩階段 我不曉得 你到底是不是國民黨發言人 就是說你想想看 現在吳主席的講話 他不大可能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黨章就這麼規定 中常會已經決議了 就30 70的比例 我說任何做當家的 或說做主席這個位置 怎麼可能告訴你說 我這個遊戲規則定了 然後我後面還有可能變化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不大可能 他說有萬分之一的徵召 就是變化了 只是說這個變化的時間點 現在在哪裡 他今天比較明確的說 沒有兩階段 徵召這個事情就不能說破 變化的時間點在哪裡 在4月初到5月 他自己決定的時間點 我可不可以問他 這個時間點初選還沒有結束 一階段還沒結束 所以不會等初選開始 不會開始 不會等初選開始 初選如果開始就是初選 不會有別的變化 所以4月初到5月初的意思是這個 有沒有初選這個時候會決定 對 因為初選就要開始 可是已經有一個參選 到底的王金平 這個初選一定得開始 那麼不一定 但邏輯上不一定 但是看起來是一定會開始 因為你不能夠用萬分之一的機會 去推翻萬分之9999的可能 我問一下 歡迎 不好意思 歡迎 我請教一下 歡迎人瞭解的不是太多 你不要問太多 因為吳主席 沒有像各界評論的那麼糟糕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處理事情不乾淨 不乾脆 不乾淨 乾淨才那種 不乾淨會有誤會 我跟你講 而且他真的是由於不決 就留一個尾巴 但是除了你這個發言人 更糟糕了 他本來就是講得不清楚 你把他講得更不清楚 所以我真的 你真的創位的態勢非常明顯 你今天對對面兩位不太有事 沒有 但是今天 今天其實 我下次要坐大佬旁邊 你大概經過這段時間 聽各位對他的 賴教授會覺得 今天炮火怎麼都沒有在我這邊 沒有 今天主席 那是因為你還沒開始發言 今天主席已經講 沒有接種 萬他的意思就是說 萬分之一在他 萬分之一等於0 數學上可以 因為萬分之一太小了 所以等於0 好 現在下面有個重點 我請教發言人 他說他的參選機會 也是萬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他也不參選了 所以說我剛才講得對 現在剩下王精明跟朱立倫兩個 他也不選了 都不講得很清楚 你們都聽不懂 對不對 我聽有 你發言人聽不懂 萬分之一到底有沒有那個機率 等於0 你們說是等於0 這等於0還是有那個機率 你剛剛從醫學 現在討論到數學 道明是對不對 醫學是科學的 萬分之一怎麼會是等於0 你說區區 這個叫建基0 如果真的發生怎麼辦 對不對 馬英九過去說了200多次不選 不選市長 他還不是選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保持一定的 一定的可能性 你這個發言人今天真的大明大放 我看你這個發言人 我這個也要投 他創位的態勢非常明顯 吳敦毅在這段時間裡面 一直在強調體制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黨上的問題 按照規矩辦事 他已經不斷的在講這個問題了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說 一定要導入這個 黨的規則裡面來了 黨的規則裡面來就按照規則辦事 所以你認為萬分之一 也是約當等於0的意思 我個人是 因為我們昨天有談到 這個政治上的萬分之一 跟數學上的萬分之一 是不一樣的意義的 數學上的萬分之一 我完全支持這個大老所說的 他幾乎就是0的意思 就是0 但是政治上的萬分之一 就是會發生 就是100 所以當然也不能說是一定會發生 但是他發生的機率是很高的 但是吳敦毅已經發現 他的講話有問題了 所以他已經把他的二階段的 第二階段的徵招 他又做修訂了 對 切掉了 說沒有 但是他給他自己留一個空間了 說我有萬分之一的 參選的可能性 這個等於是他會參選的可能性 是很高的 所以這個說法是說他要參選 我覺得他講的是 因為他問的是 他會不會要投入這個大選 沒有 他會不會投入大選 那是看他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吳敦毅也是在爭取到 一旦初選制度開始的時候 他會評估他到底要不要進來 如果說他覺得進來的 贏的可能性沒有了 即使是三七開的可能性也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吳敦毅 他就不選了 但是如果說他覺得三七開 還是有可能的話 他不一定表示 他不會選 因為我覺得吳敦毅給自己 還是留有一個活路 沒有說我把我的路全部斬斷 但是他在初選的體制上 他已經斬斷了 說不會有二階段的徵兆了 第二個 他說 在第一階段裡面 我不會主動的把某一個人 納進我的民調裡面來 那也就是因為前一段時間 國民黨內在傳說 用徵兆韓國瑜 進入第一階段的初選民調 吳敦毅已經告訴你說不可能 我們接著就問說 你韓國瑜有沒有可能 要被徵兆去進入初選民調 韓國瑜說我現在不考慮 我現在不考慮 換言之也就是說 到了四月 五月開始啟動的時候 韓國瑜不會主動的去登記 他也不會被吳敦毅徵兆進入初選 這樣的一個態勢已經越來越明白 就是在初選的第一階段 應該講就一階段了 沒有 第二階段了 所以到時候移民委員 可能也要趕快服從黨的意志 不能夠再有 只有一階段 所以韓國瑜如果要選 要準備獨立參選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如果韓國瑜 如果韓國瑜最終要選的話 他就必須要脫黨參選 就獨立參選 有可能嗎 不可能 萬分之一 不可能 所以韓國瑜在這一次 要選2020年 除非 除非 除非基層造反 也就是說到九月 所以他們等於是這個第一階段的 其實應該講不應該第一階段 就是這一階段的候選人中 如果到了九月 也就是經過六個月的期間內 他們還贏不了柯文哲 所以你說九月會有個 基層造反的可能性 有可能會產生基層造反的 情形下的時候 就是重演上駐 換駐 沒有 換駐不是基層造反 換駐是高層造反 我說結果 講結果 不是講過程 如果吳敦毅的意志是貫徹的話 那就絕對不會允許造反 如果吳敦毅那個時候 他鬆動了 那就有可能會造反 問題就在吳敦毅的意志 能不能到時候貫徹到底 我覺得這個是考驗 吳主席的一個意志 這是一個對他的一個考驗 另外一個 我還是想解讀一下 這個政治的語言 還有就是說目前的 這個15個縣市首長 國民黨籍的縣市首長 對於國民黨現在這幾個太陽 那麼他們的表態的一個策略 是怎麼樣是最合理 因為我看過加芬 他在前段時間接受媒體的訪問 談到韓國瑜在落魄的時候 例如說他在北龍開始被鬥的時候 那時候新潮流在鬥他的時候 他在國民黨內得不到任何傲援 他在整個政壇裡面 這種人情的冷暖 當一個人在肆意落魄的時候 所有的人對他來講 絕大部分人 他有講到一個汪志平對他送軟 其他的都是不聞不問 所以他一個人一直被打 一直被打 他一直向黨中央 向很多立委 球員 可是沒有人幫助他 不聞不問 現在他是當紅炸死機 大家都要往他身邊靠 這個是政治的現實 我們理解 但是我認為不見得要認同 就是我們理解政治的 就是如此的現實 但是我們不見得要認同 這樣的一個現實 我相信冷卵自知 韓國瑜心裡面清清楚楚 我們在看肢體語言的問題 就在於說如果說 有兩位是老朋友 很久沒見面 兩位老朋友很久沒見面 突然間見面了 那一定是熱情擁抱 尤其是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那麼擁抱這個不會是一個 很普遍的一種 我們的肢體的語言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 老朋友的熱情擁抱嗎 絕對不是 你不是說就熱情擁抱 就是老朋友嗎 如果兩位老朋友 很久沒見面 一定是熱情擁抱 如果這兩個人不是老朋友 根本也不算是朋友 那突然間見面要熱情擁抱 那這個就凸顯了一個問題 就是太著作了 那反而凸顯出 他們兩個的關係是生疏的 然後突然間見面 又誤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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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